沒有啊 其實都市裡面其實有些地方 比如說以前那西子大煙的時候 那個煙到你後面外面根本進不去裡面 根本搞不去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有些社區他也是透過 不管是電話波或者是他家境會比較高 他可以看到附近整個狀況 然後他可以來告訴人家說 現在在去的情況 所以我意思是說 就是面臨災情的時候 其實你說那個叫一個 你說叫發布訊息或怎樣 他實際上會幫你補养 就是大家會看一個蠻關鍵的角色 就是說你如果說你可以把一個消息 神絕傳出去的話 那甚至於像 像那些基隆吊死的 這是在那個 就是那個 九二一地震的時候 那九二一地震他很特別 他大概 大概人家發現說 因為地震其實它晃動的模式 有好幾 不大 有不同的一個晃動 就是左右搖 有上下 那 那個九二一的時候 其實後面研究 他大概他 他就是先左右搖以後 然後再上下 再上下 所以在那個整個 棚裡那邊去看他的房子 倒塌的方式很奇怪 大概都是一樓倒塌 都是一樓倒 然後二三樓壓下來 我去台北所有房子 大概都這樣 然後 東四那邊的房子倒 也是因為 下面的一二樓 斷掉整個房子倒下去 他上面整個結果是 是好的 我去看他的房子 他倒是這樣子倒 他不是說整個睡覺 那個 台北那東訓大樓也是這樣 就是說 他那個 他那整個震動的方式 其實就是說 他會造成那個建築結構的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倒塌方式 那我 我放張照片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事情就是說 其實災區裡面 除了說你去 假設如果說你要去 報導或寫一個災區的狀況的話 當然說災情的部分是可以寫的 救出的部分是可以寫的 然後我必須要講說 其實在人在面臨災害的時候 其實人類的那種 精神或感情 是最大的 因為你平常說你看不出來 但是一到那個 救難救災的時刻 其實有時候 你在現場會有很多 很動人的事件 像這一個是怎樣 這個是 韓國 就那時候各國的那個救難隊都進來了 然後我記得是韓國的救難隊 然後那時候等於是 災後第三天 其實還在所謂黃金七十二小時裡面 就是說 你還是要愛家愛戶去找 看有沒有那個生存者 然後你看 他們就要這樣一個一個爬進去那裡 那基本上這時候都圍 你不知道那房子會不會再踏 而且其實在救難之後 其實一直有餘症 一直是有餘症 那只要一咬 你這些原本都已經踏的東西 你不要說整棟倒 你只要光掉一塊十塊 你砸到人了 其實都不一樣 然後你看這些救難隊員 他們就這樣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進去 然後 然後你在旁邊看 其實有時候你都會看 都很 很 很 很激動 那個 有個翻譯員陪著他們 然後問題是你一個翻譯員 你怎麼可能去 這隊員七八個人 然後居民是 哭的哭 然後 然後找人的找人 然後 那個那個 那個翻譯員根本來不及翻譯啦 他頂多在幫忙這個居民 你再跟這個翻譯 這一個救難人在講 聲音說 旁邊已經有旁邊居民 已經在急著要進去 或是急著再跟那個救難人進去 那大概比手話講 他就那個 那個救難人就自己 就跑進去了 因為他們大概知道 他們專業知道說 哪邊找 或怎麼樣 還在比說 什麼家裡三個人 然後 我一個 然後兩個在裡面 然後他就快點快點進去 就是說在那個現場 其實有很多 很感人的故事 我覺得說 當然是說 倒災區 跑災區 或者說你對一個災難事件 你會一直想說 到處看 可是我覺得說 有時候把自己心靜下來 然後你會看到一些人的那種感情 或者那種人的互助進程 就在裡面 那其實 如果那個變成你可以去書寫的東西的話 其實它是很有 很有感覺 很有感觸 然後這是到 這2.0為了 南部好運 那 這個已經幾乎是 我都笑說是長期 因為大概 在這個西部沿海地區 只要一下雨 沒雨就閉煙 然後 煙到更好笑的 煙到更好笑的那個 那個情況是 那個 像比如說冬死 像 像比如說你 下在雨嶺的話 東是 就在大概東是那個地方 那 如果在屏東的話 大概就是跑到那個東卡 不是東卡 那叫什麼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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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知道 最有名的叫什麼 煙到還有 在標籍文字 然後 煙到最好玩的事情是 連那個媒體連線 就是我跟你講 都已經 附近都要知道到哪個地方去連線 我政府給你 我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我還在那邊找 然後還在那邊找 然後還出廟 你們都在那裡 你們車都在那裡 他的車就只當著採訪車 一身機車 每年都固定在那個位置 因為 因為所有媒體都知道說 你要煙就是要到這邊來 然後你可以拍到整條街 或怎樣 我說一下 真的有點諷刺 真的是有點諷刺 你居然可以到一個地方 煙到每年 然後煙到居民已經很習慣 譬如說已經很無奈 然後煙到每年 已經每年到那邊延遷 好 就整個 整個煙就 而且 我這個騙你 我 這樣講很不好聽 我跟你講 那君真的煙到已經很 真的超習慣 我真的 你像一般遇到災難 就開始像我們台北電影師的阿艾基 你家具啊 什麼電視 一泡就那個 人家這邊煙到已經很有經驗了 他們不會把那些電子的東西 放在一樓 他們一樓大概就是一些簡單的家具 然後 就算是電視 他也可以堆高 然後我還看過 我還看過 我還看過那居民 可以把摩托車牽到那個桌子上去 他們都已經有準備了 已經煙到 就是說自己都已經 你會覺得又好笑又心酸 那像這個弟弟 你像我們在 你像我們在 在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外地人 那在走路的時候 其實 你很怕去踩到水溝 你知道嗎 那個濁水 你根本看不到地 地面上的那個痕跡是怎樣 那你看現在是一條路 可是你知道哪邊有水溝 或哪邊有洞 甚至還有哪邊有洞電 他如果那條電線是斷掉 掉到水面的話 你靠近這邊 就會電 然後 那邊小朋友 最近是淹到 反正淹到後面也沒有那個 放假 是要上學 然後我就 就在旁邊看到小朋友就騎著腳踏車 就這樣 就這樣 水上面這樣騎 然後 他可以完全 就不用在那邊看通開線 他就知道知道 知道哪邊要走 哪邊要走 然後騎到學校去 然後你看他的表情 所以我意思是說其實 有一些東西 可是我的意思在這裡就是說 縱使他們習慣 可是我們還是要 或者我們還是要講 因為你不能把這種習慣當作一種 真的就是 就是習慣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真的是不對的 那 頓岸居民 政府一直講所謂的 地震下線地震下線 其實我到後面跟你講 其實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這泡水 然後這個阿貝啊 然後颱風 我想颱風真的 台灣的天氣結構 真的有時候也是很 很 很無情 其實你看颱風大概從 七月七八月開始 開始發生 然後現在到秋台 十一月都跟阿貝 然後你去 你想台灣的農民做收成大概是幾年 其實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所以 有時候農民喔 對他們講也是很殘忍 就是說他要對 跟天要比 我這東西種下去 收得了收不了 我們七八月的時候有時候 有一些稻子也是該收 那葉菜也不用講 只要下一次也就完蛋了 那像那些豆科的 我現在才知道說 五月的梅雨季 就五月在梅雨季的時候 其實就台灣除了那些什麼大豆阿 毛豆阿 大豆就毛豆 那些紅豆阿 那些在收成的時候 那這些豆科的植物 他就是很奇怪 為什麼就是 民造瓶到一次以後就爬了 那那一起窮窮完蛋 所以農民 有時候對他們講是很 很辛苦的 那 那 我覺得這個就是 如果假設大家 有 有 有機會下去的話 我們剛才看到是 災難對於一般家庭的影響 對於整個分農的影響 其實 所謂的這種 所謂的天災對於 農作 影響是很大的 那包括當我們 延災就一直 影響城市的這個 所謂拆交 那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災情對於農業的影響 比較悲情的部分 那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另外一個 這是我後面後面後面發現 聽到的一個 很好笑的笑話 這是阿伯的那個道場 那他 已經大概發生說 大概還差不多一個月就可以收 然後現在整個就得了 就泡出泡掉了 那農民很好玩 其實農民 我們心裡都會想說 農民受災就很痛 對 受災的農民很痛 可是反過來 沒有受災在那裡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聽到那個農民在講 我心裡才覺得說 其實那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那個你去想 一旦颱風來 菜炮爛 菜價上漲 誰可以賺錢 就是 就是說 你當 一旦的 這根菜或什麼的 作物受到受損的時候 一直在飆 價格一直在飆高 那 沒有受災的 他就撞 那 台灣農業 台灣農業強氣難的 不管是因為 我們 我不是從這樣子 菜炮 所以那些菜商會去壓農民的菜價 所以農民的作物就會見價 他只有在台灣的時候 他價格可以買高利 那很多農民 變成那種心態好不好 對 其實某個時候 我們在我們故事會覺得 農民受災 他應該很痛 可是在某些地區農民沒有 不是說沒有 而是他反而覺得 那土土看 今年看是醃你的菜 還是醃我的菜 真的是這樣 那 一旦 一旦醃的話 然後他的菜就可以搭壞 那所以你去問他 問他災錢的時候 他被醃到他就很痛苦 然後他沒有被醃到他就 他就給你很痛苦 他說 來 MTT注定的 然後你怎麼那麼熱 一轉身看他 哇 他的菜都是好的 沒有 這個是在整個自然災害之下 那我們講說你說是人類的 無奈或是變動或等等 那 其實這都是故事 這都是故事 那包括 其實 在整個颱風後的菜架結構 我覺得那個都是可以承諾一個 一個一個主題 其實那個不是很有興趣的 你像我現在 你現在我們大部分都依賴超市站的東西 超市漲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漲 對 對啊 就大概是 他大概是跟那個新聞局同步 新聞局他同步發出海上情 台風情報他就開始漲價了 對 可是你去想一件事情 欸 台風都還沒有來 你的菜都還沒泡爛 怎麼這菜就在漲 你這批菜應該是前一批的菜啊 但是一個很不合理的 那到現在其實都沒有人去質疑這樣的問題 你說要漲是說 台風過後的一個月 你說這些菜收不出來 後面漲 沒辦法 你怎麼可能已經送到你的裡面的菜 跟台風沒有半點關係 他就已經怎麼樣了 別的時間 那我認為有種人做一個人做販壹的小股 就是沒有人做販壹的小股 我認為有種人做販壹的小股 他有一種販壹的小股 那我們跟他那個說 那個那你 你的販壹的價格 跟這個大賣場的價格 那個大賣場的價格 就是會不會覺得大賣場 你是比較有利 那他說大賣場也是一次買到 那他說大賣場一次買斷 也比方說三百斤 也比方說三百斤還是多少斤 那如果我插一下 那如果我插一下 然後記憶體 那是說他一次買斷 那如果菜價很像台風過後 然後他那個比方說是賺價 然後好像他當然就賺了 可是如果菜價跌了 那他自己也要認同 就是他的時間很長 我講看他的長期不會像一般的 就是水果行那樣 所以其實都要去死定 他們是一次買斷 所以如果萬一 然後跟你講好價錢是多少 你的價錢跌了 那也只能 就希望就是 所以說啊一個月之後 我才給你 彈一個假期 然後那意思說他不是時間拉的 所以有時候其實他也要 拉那個 我覺得他騙我 對 對啦 那未來應該是 但是永遠那個長 就是說生長很常是 他們是5000個月的 你就說他是飽的 但這個時間太多了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他們大賣場 他們在同一個時間 突來的東西都是同一家的產品 就是說同一家的人走龍座 我們可以懂東西 都是同一家 同時突來的 他那個是簽約式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複雜的農業經濟 那 我現在可以講的是說 一般的 一般的在這個菜 菜飯 我們講過菜飯 他有分三個 大盤 中盤 跟歡樂 中盤收 中盤其實就是地區性的 他收 然後他給大盤就是誰 就台北這些大的 排美國都會去這些大的 發的盤撒 好 好 好